商談話題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 林智堅在昨天晚間8點鐘 拋出震撼 但他決定要不選2022的大新竹市長了 總統蔡英文表示說 會尊重林智堅 仍然會堅持推動大新竹合併 那麼傳出服員高層有介入嗎 還是院方一度有意見呢 目前謠言滿天飛 我們來關注的是 新台灣國策制庫民調 知不支持縣市合併升格呢 百分之將近45的民眾認為說 不要 不該升格 33.5%的台灣民眾認為OK 那麼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支持度以台灣來說 這個是沒有過半的 關於這個大新竹合併的話題 那麼林智堅他就宣布 他明年是不會選的 那楊文科也有發布記者會說 林智堅參不參選是個人的考量 但是合併升格是必須有 有緘密的計劃 但是像趙少康就有說啦 說政府還是說我們國家 是不是搞錯重點了呢 他選不選市長跟新竹縣市合不合併 好像是沒有關係不是嗎 另外羅友智就說了 這一次不是大新竹升格 而是林智堅整個人升級了 宣布不選真是高招 但是資深媒體人黃陽明卻說 林智堅的聲明就跟王力宏一樣 跑上來的有點晚了 而針對這個升格合併的話題 林智堅昨天晚間宣布要棄選明年的大新竹市長 希望竹竹合併儘速過關 被外界認為竹竹病是因他涉事的新竹市長林智堅 27後晚間抛出震撼彈宣布即便竹竹病升格也不會參選市長 回顧九月初的時候我提出俗竹合併升格的一個倡議 第一時間得到楊縣長的支持 不過面對林智堅棄選新竹縣長楊溫科強調 個人參選與縣市合併是兩碼子事 林市長他要不要參選 我想是他個人考量的事情 但是合併升格這是國家的大事 四大公投結束 總統蔡英文馬上開會推動新竹縣市合併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火大炮轟 對於新竹市新竹縣也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完整的時間表跟完整的財政配套 國民黨指出林智堅不選事小竹竹苗生格勢大 超過七成名義不信任民進黨是真心為國土規劃著想 呼籲政府應召開國事會議 實質討論地方規劃與財政分配 才是推動國家前進應有作為 記者和孟前新竹報道 盡管理者,整個公則上 Jojo 查呈現時代秋茶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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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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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